我本來很猶豫 但後來我決定要帶著 全家打小夏的 對 因為 二十週年我覺得很難得 就是一個很 很象徵性的一場演唱會 演唱會 我有教他 他會唱 他現在會唱五所謂 他說五所謂 失廢 我昨天昨晚沒睡 因為孟哲不在家 然後一打二 他去澎湖去外景 我跟妳講 自己打到真的不行 孟哲零分 我整個預期大概胖了 十公斤 我現在大概還有 將近兩公斤沒有瘦不住 我現在肚子還在耶 還有一點點 目前為止餓飽非常的甜食 所以 我有點受寵若疾 然後孟哲他 有一個很棒的優點就是 他只要在育兒上面的事情 我們意見不合 他都會先以我為主 花比較長 然後比較溫和的方式 就是在慢慢的把他 想要改變我的地方去做勾勾 孟哲當爸爸之後 從一個孩子的爸到兩個孩子的爸 就會讓我更認識這個男人 他很有責任感 然後很努力 然後現在在育兒上面 基本上都磨合得差不多 而且我們現在兩個小孩 所以很常就是 一個顧大的一個顧小的 所以很難會有意見不合的生活 兩個先是在一起的手嗎 是 下一個我覺得可能先暫時不考慮 應該他應該是不想吧 他之前就有覺得兩個很剛好 但是如果我想 我覺得他應該 應該會 應該是可以溝通的吧 雖然覺得小孩很可愛 會想要第三個 但是我 我有真的認真的想過 假設我現在都有第三個孩子 我要承受的經濟壓力 還有我要付出的體力 或許那個幸福感會 會沒有辦法像我 實際上現在的幸福感 我自己也是會把專注力 主要放在孩子身上 如果我覺得我需要 老公的注意的時候 我會主動撒嬌 前兩天他有PO 他有PO一篇文章 他就放了 莉恩很可愛有嘴邊肉的照片 然後就說很想要衝回家捏兩下 我就留言說 那我沒有嘴邊肉的給你捏兩下嗎 就是我會這樣子跟他撒嬌 Doreen很喜歡她弟弟 然後都會用自習式的愛 因為Doreen才兩歲 然後她還不太會控制她的力道 所以她就會 非常豔勵地抱她的弟弟 然後用她的口水親她 然後親她滿臉濕濕的 很可愛 對 我本來很猶豫 但後來我決定 要帶著全家大小蝦 對 因為二十週年 我覺得很難得 就是一個很象徵性的 一場演唱會 然後又是Doreen 現在已經開始看得懂了 所以我就想要帶Doreen去玩 那莉恩我也想要一起帶去 我有教她她會唱 她現在會唱五十二位 她說五十二位 是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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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